上主 只有你大公无私 你的判断非常正直 你是仁慈的 求你恩待你的仆人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处 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私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想平安 主天主 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称颂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身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除眠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者 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右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向天主 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救出了我们 收我们为子女 求你仁慈地照顾我们 使我们因信仰你的圣子 这能获得心灵的自由 以继承天国永恒的产业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 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攻读智慧篇 谁能知道天主的计划 谁能想象上主的意愿 必死的人的思想 常是不定的 我们人的计谋 常是无常的 因为这必腐朽的肉体 重压着灵魂 这属于土座的帐篷 迫使精神有许多挂拟 世上的事 我们还难以测度 目前的事 我们还得费力追究 那么天上的事 谁还能探究呢 你如果不资于智慧 你如果不资于智慧 从高天派遣你的圣神 谁能知道你的旨意呢 这样 这样世人的道路 才可以修职 人们才能够学习 你所喜悦的事 并且乃智慧而得救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世世代代 你是我们的安宅 上主 世世代代 你是我们的安宅 你命世人归于灰土说 归来吧 亚当的子女 因为一千年在你眼前 就好像刚过去的昨天 又像夜里的一根时间 上主 世世代代 你是我们的安宅 你消灭他们 永如清晨一觉 他们就好像 刚出土的青草 早晨 还花开繁茂 晚上就猥亵枯稿 上主 世世代代 你是我们的安宅 求你教我们 数算自己的连税 使我们学得内心的智慧 上主 求你回顾 善待何时 求你快来 连续你的仆仪 上主 世世代代 你是我们的安宅 使我们清晨 就保持你的慈爱 欢欣鼓舞 天天愉快 愿上主 我们的天主 管施恩宠 使我们的工作顺利 使我们手中的事业成功 上主 世世代代 你是我们的安宅 公读圣保路中途 至费勒摩书 亲爱的弟兄 保路我 这个为了基督 耶稣 而做囚犯的老人 宁愿 因着爱德 求你 就是为我在所念中 所生的儿子 奥莱西摩 来求你 我现在 打发他 回到你那里 你收下他 他是我的心肝 我本来愿意 把他留在身边 使他 替你服侍 我这位福音 而被求的人 可是 没有你的同意 我就不愿意这样做 好使你的善行 不是处于勉强 而是处于甘心 也许 他暂时离开你 正是为了使你 永远收留他 不再拿他 当作奴隶 而且是远超过奴隶 以亲爱的弟兄相待 首先 他对我来说是如此 对你来说 无论在人方面 或在主类方面 更是如此 所以 如果你把我当作同伴 就请你收留他 如同收留我一样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主 你的话就是真理 求你以真理圣化我们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主生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有许多人与耶稣同行 他转身对他们说 如果是要跟随我 他应该爱我 甚苦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兄弟姊妹 甚至自己的性命 要不然 就不配 做我的门徒 凡是不背着 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我的 也不配 做我的门徒 你们中间 如果有人愿意建筑楼房 哪有不事先坐下来计算费用 看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完成呢 免得奠基以后 而不能完工 所有看见的人都讥笑他说 这个人开了工 而不能完工 或者一个国王 要去和别的国王交战 哪有不先坐下来想一想 能否用一万人 去抵抗对方的两万人呢 如果不能 趁那国王离得很不远的时候 离得很远的时候 就派使者去谈判和平的条件 同样 你们中间不论是谁 如果不舍弃他拥有的一切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教友 今天是常年期第23主日 在福音中我们听到了 耶稣告诉我们 凡是跟随他的人 要爱他 超过自己的父母 弟兄姊妹 自己的妻子儿女 甚至自己的性命 而且他又说 凡不背着十字架跟随我的 不背是我的门徒 耶稣在这里讲话呀 非常的绝对 非常的有权威 非常的吭枪有力 那么什么叫背着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呢 你看啊 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看到他的十字架 不仅是指他 定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 也不仅是指他 背着十字架 走向加尔瓦雷山的那一路 也不仅是指他 在戈德玛尼山原 痛哭欲绝地祈祷 其实呢 早在他四十天的 旷野兽魔鬼试探的时候 他就已经背起了十字架了 四十天的饥饿中 他没有只顾肉身的需要 虽然名利跟成功 吹疏可得 虽然世界的荣华向他照守 但他丝毫没有动心 他把生命完全交出去了 这就是背起十字架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 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不单单是在我们 受苦受难的时候 有困苦的时候 而是我们从出生 一直到我们死去 整个的生命的过程 如同耶稣一样 都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十字架 中年人有中年人的十字架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十字架 我们的十字架 就是天主所赏赐 给我们的患难 贫病和个人的本分 当今之劳苦 所以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 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背十字架呢 有世界的成类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和情合理的事情 如果我们都在意的话 就没有办法跟随耶稣了 按人的眼光来看 我们爱家庭 爱父母 爱弟兄姐妹 爱妻子 爱丈夫 这些应该是 和情合理的呀 但耶稣基督却说 如果爱他不超过这一切 不配是他的 所以应该在这个世界上 耶稣在福音当中 也讲到一个 有一个人说 我要去 我要跟随你 但却允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 那耶稣给他怎么说 任凭死人 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 至于你要宣扬天主的果 在这里我们听到就说 怎么那个人跟随耶稣 埋葬他的父亲 意思也不允许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 犹太人的这个背景 他们这个埋葬呢 分两个步骤 分两次埋葬 第一次埋葬 就是死亡之后 当天就下葬 你看耶稣从十字架上 卸下来就埋葬 他们要放在一个山东里边 过上一年之后呢 要再一次地入土下葬 所以这是犹太人的埋葬习俗 这个跟随耶稣的人呢 他是第一次 已经把他父亲埋葬了 放在山东里边了 那么呢 要过一年之后呢 他再能够 把他父亲埋葬了 还放在土里边这样子 那么耶稣基督说啊 你让任凭死人去埋葬 死人去吧 就让那些将要死的人 正在死的人去埋葬 已经死了的人吧 至于你啊 跟随我 就是让爱耶稣 超出了爱世界上的 这一切亲情 所以另外的话 有一个人说 哎 我要跟随你 请允许我先给家人告别 这个来讲很简单吧 哎 回家 给别人 给家人说个告白 然后呢 我跟耶稣 但是耶稣就说啊 守抚着离而瞎后看的 不适合天主的国 哎呀 这么一点点的禅类 这么一点点的要求 这么一点点人间的 合情合理的需求 耶稣也不答应 必须批下一切 来跟随他 所以耶稣说了啊 谁爱我不超过弟兄姐妹呀 父母恩人 甚至自己的性命 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 耶稣说得非常的绝对呀 所以来讲 世界上很多对我们的禅类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放下 才能够真正的成为 跟随耶稣的人啊 那么还有一个富少年 说老师啊 我要跟随你啊 耶稣说啊 把你的家产卖了 施车给穷人 然后来跟随我 那个富少年呢 悠悠彻彻地走了 放不下呀 放不下世界上这些财富啊 放不下世界上这些面子啊 放不下世界上这些名利啊 这就是世界的禅类 第二点就是自我的捆绑 世界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禅类 那是因为我们有罪性 人的罪性的核心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就是那个骨蛇啊 引用亚当恶娃的时候 犯罪的时候说的 你们吃吧 吃了之后呢 你们的眼睛就会亮了 就能分别善恶了 如同天主一样了 这句话可把人给害死了 这个诱惑的核心是说 你可以以你自己的眼光 以你自己的判断来行事了 因为原来只有天主 他有这样的资格 权利和能力 但是现在这个蛇呀 这个魔鬼给这个人说 你也可以跟天主一样了 你都可以以你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见解 自己的判断 自己的眼光 在做事了 后来赵医治他们呢 互相推卸责任 为了保护自己 说那个女人给我吃的 然后这个女人说 是那个蛇让我吃的 这就是自我的捆绑 自我中心的 如果人呢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如果人没有贪心 没有私心 没有享乐心 世界对人呢 就没有这么大的诱惑和控制力 世界控制我们 我们牢牢地被这世界控制着 是因为我们贪婪世界呀 应该宗徒们当中也是这样子 他们争谁大谁小 这个时候呢 是因为呀 他们还被这个谁大谁小 所捆绑着呀 他们贪婪这个谁大谁小啊 所以耶稣才责备他们 还有更离谱的是 若望和亚哥伯 也是最爱的两个宗徒啊 那么他们呢 叫着他们的妈 叫着他们的母亲 一起呢 问耶稣 说当你为王的时候 让我这两个儿子 一个在你左边 一个在你右边 你看啊 他们呢 仍然是被世界所捆绑 被自我所捆绑 自私自利所捆绑 所以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放下自我的捆绑 第三点就是 我们背起十字架呢 就是要仇敌的逼迫 这个仇敌指的是魔鬼的逼迫呀 魔鬼呢 如同抛弃的狮子 虚心各处啊 寻找可吞吃的人啊 所以来讲的话呢 他就要逼迫我们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他来诱惑了耶稣 诱惑了亚当恶娃 历史历史历史当中 魔鬼啊 从来没有停止休息 伯德鲁就被魔鬼所诱惑了呀 后来之后伯德鲁写出了 你们要警惕呀 要警觉 要醒悟呀 因为这个魔鬼 如同抛弃的狮子 虚心各处啊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你一不小心 他就咔嚓把你吃了 所以这个魔鬼呢 对于我们啊 成为一个时时刻刻的 诱惑着我们 远离耶稣 让我们贪求世界的 这么一个仇敌 魔鬼啊 成了让我们 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啊 分离的这么个仇敌 他让我们用世界上一些 认为和情合理的事情 认为自己啊 是符合法律的事情啊 理所应当的事情 来阻挠我们 与耶稣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仇敌的这个逼迫啊 就是耶稣基督 告诉我们的这个魔鬼 对我们的阻挡啊 所以我们如果 能够放下这三点 然后呢 放下世界 舍弃自己 也就是说 弃绝魔鬼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背上十字架 才能够真正的成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啊 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怎么样 背着十字架 跟随耶稣呢 同时第一点来讲 就是我们要有 意志的顺服 意志的顺服呢 体现在一个人的信德上 一个有信德的人 必然表现为 有很坚强的意志力 耶稣在旷野当中 四十天的时候 三次拒绝了魔鬼的试探 靠的就是信德呀 表现为意志 坚强的意志啊 四十天不吃不喝 在哥特曼尼山远的 祈祷的时候呢 那么他在极度的恐慌中 祈祷越发啃气 他的汗水 如同雪柱滴在地上啊 这就是表现出一种 意志力啊 还有耶稣对我们的要求 每一样都需要 意志的顺服 耶稣说啊 如果有人长进你的右脸 把另一半也转给他 这是一种意志 若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 你就同他走两千步 这是一种意志 你们当爱你的仇人 当为逼迫你们的人祈祷 这是一种意志 你很不乐意 你很不愿意 但是你必须这么做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 这就是一种意志 还有在现实憎恨自己性命的 这也是一种意志 还有意思说 跟从我的 就要舍弃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这也是一种意志 而且古今中外 各式各样的殉道者 各式各样的圣人 无论是经修圣人 还是殉道圣人 没有一个 不是以信德产生的这种意志 铸造了他们各自的十字架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有意志的顺服 第二点我们背起十字架 我们怎么背十字架 就是要有智慧的抉择 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 要有智慧 要有预算 要算好成本和花费 不要半途而废 这个预算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就比较复杂 就是跟随耶稣 要舍弃自己 所以在福音当中 今天的福音当中 耶稣给我们讲了 你看啊 你是否可以用你的一万人 来抵抗对方的两万人呢 你是否可以 在奠基建楼之前呢 先算算你手里的财富 你手里的资金 是否可以建楼呢 你还动了工了之后 完工不了 找别人的指向 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要有预算 要有计算 这样呢 耶稣做了一个总结说 同样你们中不论是谁 如不舍弃他 以一切所有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意思就是我们舍弃所有 做的耶稣的门徒 是值得的呀 我们舍弃一切 那么跟随的耶稣 是值得的呀 这样来讲的话呢 这个智慧的计算 预算 最后的结论 正确的答案就是 舍弃一切 做我的门徒 是值得的 这就是耶稣的福音中 告诉我们的 同时呢 我们还要看利润啊 看回报啊 看收益啊 耶稣也讲过 那个宝贝的比喻 珍珠的比喻 等等这一切 变卖所有的 来跟随耶稣 这就是有智慧的人 所做的事啊 把地上的 虚幻的 短暂的 不实在的东西 都拿掉以后 以换取那个永恒的 真实的天国的那一份啊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转账呢 微信啊 卡一转 转账过去了 支付宝一转 转过去了 我们在这个加拿大 用这个EMT email一转 转账过去了 但是我们怎么要的 把财宝转到天上呢 耶稣告诉我们办法 把现实的财富 卖了 施舍给穷人 你以施舍给穷人 卡 你的财富 转到天上去了 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所以来讲的话呢 他自截了当 好不客气地告诉我们说 为了我 为了福音的缘故 舍弃房屋 弟兄姐妹 等等这一切的 必将得到 百倍的赏报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 品下一切的人 做智慧的选择呀 还有第三点就是 毫无保留的爱呀 我们每一个人 十字架呢 是一种一直的顺服 是一个智慧的抉择 也是一种情感的倾倒 就是毫无保留的爱 完全地给耶稣 只给耶稣 耶稣对我们的爱 如果有一丝一点的 保留的话 他就不会上十字架了 那么他也要求我们 毫无保留地把整个 我们的生命 献给他呀 当他说 父赐给我的杯 我岂能不喝吗 他就表明啊 他对父的爱 毫无保留 当他说 人若为自己的朋友 使得性命 再没有比他更大的爱情了 他就表明 他对我们的爱 对罪人的爱 毫无保留啊 当他说 父啊 宽舍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做的是什么 他就表明 他对所有人的爱 都毫无保留啊 其实对敌人 对杀害他的人 他都没有一点 保留他的爱啊 他不留下一点点为自己 他也没有一点 考虑他自己 十字架最深的奥秘 最大的能量 最大的能力 都是这种 无保留的爱啊 所以让我们呢 舍弃一切 背起十字架 跟随耶稣 这将是最聪明的人 这将是最有智慧的人 这就是耶稣基督 告诉我们的应走之路啊 阿们 我姓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姓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能力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统征玛利亚取得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班阙比拉多执政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审判圣者死者 他的生活万事无疆 我姓圣神 他是主集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从 同享光荣 他曾接先知们发言 我姓唯一至圣至公 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喜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全能的天主父愿意 所有的人会得救恩 并认识真理 我们恳切向他祈祷 请为众教友祈祷 求主祝佑我们 善度基督化的生活 以承行他的旨意 舍弃一切事奉天主 跟随基督 亦步亦驱 以达圣父的天乡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沉迷于人间享受 而不能自拔的人祈祷 求主恩赐他们决心 努力向善 争取天上的真正福乐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那些远离教会的 兄弟姐妹们祈祷 求主使我们都能以善言善行 来引导他们 使他们早日回到主的阳帐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我们堂区的青年学生祈祷 求主保佑他们 在度过漫长的假期后 收敛新神 用功读书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天主 你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力量 求你大法慈悲 福听你教会的祈祷 恩赐我们诚心所求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讲大地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麦面饼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讲葡萄树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葡萄酒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王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万上主 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 祂的圣民 也为我们和祂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天主 祢赐给我们和平 以虔诚 侍奉你的恩宠 但愿我们借着祭献 相当地崇敬你 并使我们 以参与着圣祭 而能精神团结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 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诸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 基督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他借着余悦奥基 完成了神妙的功成 他使我们摆脱 罪恶和死亡的枷锁 而分享他的光荣 得成为特权的民族 王者的司机 圣界的邦国 得救的子民 你照叫我们从黑暗中 进入光明 我们要到处 承扬你的德能 因此 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祝圣 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单受赞美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 共同庆祝 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中 复活的日子 你高举他 使他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他的名 恳求你 派遣圣神圣化 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设神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 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 拿去喝 这一杯 就是我的血 显而永久的 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 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割述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 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 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 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垂念 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之一格 我们的主教 多么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 日趋完善 求你也垂念 怀着附和地 希望而安息的 兄弟姊妹 并求你垂念 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 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垂念 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以 天主之母 同仁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 一属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充经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 救助的训事 又承受 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 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入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前程 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 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是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向大家互助平安 除眠世罪的天主高扬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世罪的天主高扬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世罪的天主高扬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扬 请看除眠世罪者 蒙昭来父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但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天主 我的心渴慕你 就像小路渴望清泉 我的心灵渴慕天主 生活的天主 神灵渴望清泉 末里面 神灵渴望清泉 笑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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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 上主 你你的圣言及天上神良养育了信众 也赐给他们生命 但愿我们以蒙受你圣子如此丰富的恩惠 而爱的日增 看当与他共享永生 他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蒙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蒙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 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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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